那将来是不是可以做法 因为这个我们是把它放在Access里面 那是不是说将来这边 是不是可以指向 你云端上面的某一个网页 他也把它做成什么 做成那个 FoneGap这样的形式 JQuery Mobile做的 然后把它连过来 是不是也是有同样的效果出现 那这样的话 差别只是说 可能开启的速度 会稍微慢一点点 其他用起来恐怕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所以这里其实可以做很多变化 也就是说如果你懂了这地方 该怎么去做一些些的变化 那应该可以做出很不一样的App出来 等于是两边是Hybrid的方法来做 所以这个 有关WebView部分 在那个 书里面的第13章也有了 所以等一下 我看有一些比较重要的WebView sample 我顺便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它这里面有一个是 叫做search 叫做freak 就是说呢 它也是类似用 传 UIL参数的方法 用get的方式 去取得 某个网站上面 云端上面的一些相关资源 并且把它get回来 get到哪里呢 get到 WebView里面 这种做法其实也是类似于 我们去存取云端上的资料库 那只是说这地方要怎么做 后面有相关的sample 我等一下再来看 请各位把这个sample再试试看 那等一下 顺便再了解一下WebView的这个部分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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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